據南韓軍方報道,北韓在他們的東岸向海中發射了新一輪的發射物 對美韓繼續進行軍事演習表現出明顯憤怒 首爾參謀長聯席會議發表聲明說 北韓星期五從東北部的江原省發射了兩枚發射物 聲明並沒有透露其他細節,但說南韓軍方正在警惕更多發射 在過去三星期內,北韓已經進行了六次發射 加上一系列針對南韓的攻擊性聲明 今次發射標誌著北韓重新返回一個更挑釁的立場 並拒絕從首爾或華盛頓舉行談判 目前還不清楚北韓星期五發射了什麼發射物 但北韓最近的其他試射包括短程彈道導彈 這導彈看上來為了避開美韓導彈防禦系統 今次發射標誌 今次發射標誌 今次發射標誌